七个好友车上最后自拍合照 没想到下一刻却发生死亡车祸 副驾驶座的邱迪威拿着手机拍下大合照 驾驶陈冠佑虽然只有半张脸路径 但人可以看出心情很好 坐在第二排的王子怡詹梦珍 一个笔叶一个露出灿烂的微笑 最后一排则是腼腆微笑的林维毅和他女友 没想到却成了最后一次合照 这晚一个还有一个救护人员不放弃任何希望 在周边继续地毯式搜索 一发现伤者立刻CPR急救 意外当时行经国道三号南下130公里处 左后轮突然爆胎 整辆车失去控制 反复在高速公路的护栏 这时其中两名女乘客被甩出车外 另外三名更被抛飞散落边坡 正副驾驶卡在车上 一共六人失去生命迹象 乡行车爆胎坠桥建置小组进行踩证 证实左后轮爆胎就是肇事原因 仔细看爆胎后不止钢丝外露 整个轮胎完全变形 根本无法承载整胎车的重量 也无法高速行事 经过调查发现轮胎林竟然高达 此三年这么老旧的轮胎 烈化严重 橡胶老化 轮胎导致六个人送命 从上面的年份标示来看 已经超过十年了 从橡胶的材质来看 烈化的程度蛮高的 这台银色车子是驾驶乘冠用的自家车 由于父亲常年在大陆 没有固定保养车子 车子平常只是待不载人 只是一个爆胎 怎么会让整台车翻了过去 其实护栏的高度只有119公分 爆胎后就直接翻落 21.9公尺深的高架桥下 当时车上一共有七个人 分成三排搭乘 但明明现在5人 却塞了7个人 警方怀疑第三排假装变更 詹梦珍成了唯一的生还者 原本开开心心 要参加大学同学的喜业 因为一场意外却永远缺席 记者 众和报道